8號東南裂峰或暴風訊號 驗證生效 看看衛星影像 在上午1點 熱帶風暴獅子山集結在香港的西南偏西 大約是560公里 預料會向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動 時速大約是15公里 橫過北部灣 如果看雷達影像 就看到與獅子山相關的一度外圍雨大 正是持續影響珠江口一帶 預計本港在一段時間裏面 仍然是普遍吹強風至到裂風 西南部高地間中會吹暴風 所以8號裂風或暴風訊號會維持一段時間 當本港風力有跡象緩和的時候 天文台會考慮改發3號強風訊號 取代8號裂風或暴風訊號 市民在星期日早上外出之前 請留意最新的天氣消息 海面會有大浪及湧浪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 接著我們看看本港地區 星期日的天氣預測 會吹強風至裂風程度的 東至東南風 初時高地間中達到暴風程度 稍後風勢會逐漸緩和 天色方面會是密雲 有狂風、遮雨和雷暴 日間遮雨會逐漸減少 海有大浪及湧浪 所以大家要留意 至於展望 星期一天色會好轉 日間會天氣乾燥 到下週中後期風勢會頗大 有大雨和狂風